鬼滅聯動活動 兄弟們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四位大主角 炭治郎 迷豆子 善逸 還有一隻豬 哈囉各位三個美女 歡迎你們繼續回來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老洋 我相信現在正在觀看這條影片的大家 一定一定是玩了很多年遊戲的老玩家 ROX Next Generation 也就是我們中文的 RO仙境傳說新世代的誕生 嗚呼 站在這個主神的時候 已經能感覺到回憶的味道了是不是 你們自己想一想 現在的遊戲哪裡能像以前那樣子 一大堆人毫無互敵的站在這個主神中間掛機是不是 那當然這裡肯定還有一些新的朋友 是完全沒有接觸過這個遊戲的 沒有關係 今天老洋呢 就為你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到底是玩什麼的啊 各位 我還記得我當初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最喜歡看到的就是這些 攻擊數據 你們看一下 不懂為什麼 反正內心是覺得很爽啊 還有因為這個遊戲有很多東西可以玩嘛 新手的時候 如果你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記得來這邊 按這個嘉蓮華 那我們這張來說 平常升級到 一定會把委託版的每日任務都做完 然後這個 日常副本的任務也做完 我現在就去打一次副本給大家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刷怪的快感啊 爽得要死啊 OKOK BUS來了 你要看到那個黃金甲蟲準備要飛出來了 快點吧你 走囉走這樣嗎 蛤 你在那邊搞什麼飛機啊你 別理他別理他 直接幹過兄弟們 嗚呼 你們的雪條 飛得超級快的 我現在測試給大家看的這個呢 應該是你們新手第一個會遇到的本 如果遇到這個甲蟲飛過來這裡的時候 記得先把這個小的給打死 好不要去攻擊他啊不然是沒有用的 完蛋我自己一個人好像不夠快啊兄弟們 哎呀他已經回滿血了有沒有搞錯 還有一樣東西啊他反彈傷害的時候也蠻麻煩的 有可能會把我自己反死的 所以要注意到他技能到你們打這個副本的時候 OKOK收手收手收手有沒有看到 紅外殼的失誤就會反彈傷害了 如果我現在打到我自己會死啊 我打他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的血量 只要我們傷害越高他反彈傷害就越高啊 OK沒有反彈傷害了你死吧你 好打本就是那麼的爽啊各位 特別是叫上你朋友一起玩的時候就更爽 我真的沒有朋友他就沒辦法了 好啦兄弟們相信新手啦 聽到我剛剛的基礎介紹 你們也知道一開始要做些什麼了對吧 接下來要跟你們說兩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也就是你們看到影片的今天 我們的ROX將會推出兩個新職業的分支啊 第一根就是我們商人系的新二轉職業 煉金術師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漂亮的妹妹 不是我只是想說他的技能啊 非常的不錯啊是不是啊 你們在想什麼啊你們 嘿嘿到來不用怕了 我知道了這個妹妹啊 完全是不用自己動手的 Guys你們看一下 什麼生物吊搏生命體召喚 然後後面都是一些投掷的技能 就知道他是先召喚一個手 才幫他去前面頂住哦 然後在那個手才幫你頂住的同時 你還可以在後面用技能打別人 你說這個職業 留不了 OK我們就這裡再看一下這個職業轉下去 會變成什麼樣啊 進階二轉 創造者 怎麼感覺這個模型好像比前面那個 性感了一點 我是 我是說他技能的模型 哎呀你們在說什麼 你看一下是不是 吸血草 曼陀螺 魔花尖叫 生命同步 還有更加厲害的法術技能 對不對 就跟我們剛剛猜想的一樣啊 這個妹子完全是不需要這裡動手的 反正 最後的三轉呢 就會變成了這個 基因學者 來了 煉金術師來了 欸 召喚了什麼東西出來 小精靈 小羊 果凍 還有一個藍色的 蠻可愛的嘛 那有沒有看到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的一樣啊 他是不需要自己攻擊的 直接可以召喚一個類似 食人花的植物出來 然後攻擊對手 在這個時候呢 他會放陷阱 哇還可以打贏對方喔 這可以啊 後面這個應該是三轉了吧 可以放一個植物出來擋住對方的去路 然後咧 哇 這射著火了 有我沒掉嗎 欸不會喔 他還可以扛傷害耶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金翅陷阱 好 不同的投資功能 哇 這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哇 你以為你在騎高達 喂 牛逼啊這個 果然是商人系列啊 有錢什麼都可以做到啊 有沒有 整台機器都給你弄出來了 各位 啊 這個技能應該就是三轉的 手推車加龍炮 各位 好帥喔這個 嗚 哪有一個手推車龍捲風的技能啊 喔 那這樣子這個職業看起來還蠻不錯的嘛 對於喜歡玩厚白輸出的朋友 選這個職業 沒錯了 各位 可以試一下玩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興奮之 就是 盜賊系列的興奮之啊 也就是 流氓 欸 竟然可以玩弓箭喔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裡 還有 保留的我們刺客本來的技能啊 也就是 被刺啊 潛伏攻擊啊 然後 綁住對方這些 就是又可以遠程 又可以進攻 是不是 進階以後 會變成這個 喔 神星太寶這裡可不一樣了 各位 抄襲 也就是說啊 我們可以直接 複製對方的技能了吧 還有這個什麼啊 飾品卸除 跟防具卸除 你還可以直接拆人家裝備 難怪叫流氓了 哇 靠 那如果對面是個女的 不是 這不是重點嗎 各位 這不是重點 只是這裡想告訴你們啊 可以直接把對方的裝備 拆了 那防禦就會下降了 最終進化成 這個三轉的 逐影者 逐影者這些技能 好像比較特別一點喔 暗影煎熬 是不是可以把對方給困住吧 我覺得是 然後強奪這個呢 可能是直接把他的武器給奪過來吧 那什麼 影咒啊 偽裝炸彈啊 武器飾品卸除啊 反正全部都是一些 非常流氓的技能啊 真的 我不懂拿什麼形容子 來形容他了 非常流氓的技能啊 來 我們直接來看影片 這個陣是幹嘛的 這個陣是幹嘛的 我懂啦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陣古蹟 就是這個黑洞陷阱這個技能啊 可以把對手吸在那個黑洞裡面 OK 這個又是什麼鬼啊 這個 蛤 我還可以直接附身啊 各位 哇靠 最後這個技能呢 哦 這就暗影監牢吧 你看一下 他的隊友是沒辦法走進他監牢裡面的 只要我們困住他 就進入了一個1v1的狀態啊 強制性單挑各位 OK 看前流氓整套技能啊 都偏向那種技術流的感覺啊 就是你可以慢慢把他控制到死為止 是不是 但我個人啊 很喜歡這個煉金術師 嘿 之後可以試一下轉他來玩一下 這個啊 蠻不錯的 相信我跟你們介紹完這兩位職業以後 你們會有一定的認知了對不對 接下來 還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你們也知道 明天就是我們的聖誕節了吧 所以我們的RX怎麼可以少得了我們的聖誕特別遊活動啊 啊 你們現在所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海報呢 就是你們接下來下載玩遊戲會看到的主地圖 我們的江秉城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玩具工廠 整個聖誕氣氛就來了 兄弟們 到時候我們RX裡面 除了會有這個新的主線玩法 MVP卡倫入侵 同時在這個地圖裡面還會出現一些彩蛋玩法 聽說在中午12點以後 這兩個城裡面就會出現一個隱藏NPC小丑 然後只要我們找到他呢 就會有一定的獎勵啊 最後也希望你們多多參加這些卡倫入侵的玩法啊 聽官方說裡面的獎勵還包括了 卡倫的變身卡 還有一些節日限定的作息喔 所以非常不錯的啊 各位 最後的最後兄弟們 我最喜歡的東西來了 鬼滅聯動活動 兄弟們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四位大主角 炭治郎 泥豆子 善逸 還有怡之助 在這個鬼滅聯動活動裡面啊 大家當然就可以獲得這四位主角 那怎麼樣獲得呢 在遊戲裡面 你們就可以點擊這個鬼滅聯動活動 進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有非常多的玩法啊 各式各類的 可以讓你獲得這個鬼滅聯動實裝以外 還可以獲得這個扭蛋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棋盤的人物 只要我們完成十階段的調查 男生的話就可以獲得 炭治郎的衣服 女生的話當然就是泥豆子的衣服囉 同時我們也可以報名這個試煉的活動啊 在這個試煉活動裡面 只要我們獲得這個試煉的經驗 就可以獲取下列相關的獎勵啦 OK 最後就是最懶的方式啊 你也可以透過遊戲的鑽石 抽取各種動作表情 附魔石 還有我們的扭蛋幣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在扭蛋區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抽取這幾張卡片啊 給你們展示一下 假設我們撞上了主角炭治郎的卡片 會變成怎麼樣了 撞上卡片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角色給召喚出來 然後使出他平常在動畫裡面都有的技能 是不是很帥 然後除了水神狀態以後 炭治郎還有一個火神狀態 哇 帥爆了火神狀態的時候 然後當然也少不了我們的帥哥善意啊 在遊戲裡面一樣那麼膽小 但是你們有沒有留意到一樣東西 他在奔跑的時候 是可以炫煙其他怪物的啊 哇 這張蠻厲害的我這樣子來說 然後呢 雷之呼吸有什麼用 看一下 啊 我在跑路而已嗎 給你們看一下啊 假設我們已經裝了一隻豬的卡片 整個一隻豬呢 就會出來幫我們助戰 然後呢 除了可以幫我們頂怪以外 還可以出自己的特有技能啊 包括他的穿刺透射 還有這個空間感知 都是可以的 有沒有看到 帥吧 總括來說 這次的大更新真的是喜百姓 有沒有各位 現在你就可以通過下方的連結 來免費下載這款遊戲 體驗一下這兩個活動 到底好不好玩喔 下載完遊戲以後 不要選擇錯服務器啊 記得要選擇幸福 Dimension Door 玩幸福的話 官方還會送給我們 連動時裝的體驗包喔 所以 你要在等什麼 趕緊交上你的朋友 下載來一起玩吧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 掰掰 不會選擇